好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工作 商品賣得下下叫分紅員工也不手軟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它的名字叫做農會 那麼農會事實上跟我們台灣的農民 跟我們台灣的歷史又非常的相關 然後事實上全台灣大概規模最大 然後也全賺了很多的蚌牛農會 板牆農會像之前我太太 躺上去這個地方買很多東西 我們台灣很多的米對不對 它都有 比如說包括日月潭的很多的 台茶18號那個紅茶很好喝的 也有 它那邊也有等等 所以你要找很多的東西 在那邊都可以買得到 那麼板牆農會其實除了賣東西之外 他們自己本身所吸收的存款 最多的時候成為到400多億 所以它是全國第一大農會 那也因為賣很多的東西 風品也都不錯 所以一年4億輕鬆入袋 那根據他們裡面的規定 你要百分之多少用個什麼 百分之多少用什麼以後 那麼當然其他的地方就可以分紅了 分紅了以後 大概最多的時候 年薪25個月 大家聽到什麼 那個皮革會都要流下去 什麼呢 年薪25個月 設幾當 探幾當 對 設幾當 探幾當 然後也是全國最會賺的一個農會就對了 不過他們是合法的賺 那也很多人招考的時候 薪水也是3萬多塊錢起跳等等 那很多的年輕人都會想要擠進去農會裡面 3萬多起跳 3萬多起跳 算不錯 起跳算很不錯 25個月 未來還長久的很 不好的情況下20個月 你知道嗎 但是他們又要強調 就是他們經營有度就對了 然後也可以賣很多的東西 那除此之外呢 存款實力也很雄厚的樹林農會 那樹林農會呢 他存款也高達270億啊 那麼其實樹林農會 之所以能夠有在全國的農會 我們全國有200多個農會啊 他因為從日本時代開始 日本時代 也叫做樹林金融的組合 然後呢 包括房貸 現在是以房貸融資貸款為主 2萬4千名的忠誠會員啊 剛開始的時候 整個樹林有一半的人是他的會員 那你就知道事實上呢 樹林農會從以前到現在 每個每一年大概也盈餘喔 能夠超過上億元以上也是經營有到 那除此之外呢 有些地方你會覺得 那麼地方的農會 比較這個中南部的農會 是不是沒有賺那麼多呢 有個地方很特殊 中華惡林的農會 惡林農會呢 為什麼呢 他只靠水果就賺錢了啦 他們水果呢 火龍果啊 各位有沒有看到火龍果喔 賺這麼多喔 近前有去做這個釀酒的葡萄 但是後來呢 是因為火龍果 藝林跟這個蕎麥他們有去做 所以靠這三寶賺進了大量的鈔票啊 他的存款破一百一十億啊 然後呢 事實上呢 有三千萬的千萬以上存款呢 有三四十個人以上啊 也就是說農民把很多賺的錢對不對 那是直接存進去農會裡面 那像剛剛講的這個板橋農會啦 還是樹林農會等等啊 像樹林農會也是一樣 你絕對想不到的吧 敵化街你聽過吧 敵化街不是中南北中藥商嗎 然後布商嗎 以前聽說喔 要吊頭存的時候 要來把樹林農會吊 這麼厲害 有錢人的錢 有什麼 因為新北市這邊很多 產業啊對不對 都把錢存在農會裡面 然後很多人都把退休金 也存在農會裡面 相信農會 存款存在農會裡面 那你就知道 連敵化街都要來 向他們的那個調頭順 你就知道農會事實上 經營有到 還真的是很不錯一件事 光是在農會工作呢 好的時候這個年齡 二十五個月的薪水 那這當中農會裡頭的總幹是 這個工作不就是更令人羨慕了嗎 對啊 所以以前大家都會講說 農會 總幹事 因為他集權很大 但是後來農會 其實也經過了很多的改革 現在都盡量讓他這樣子透明 但是在以前的時候 確實也曾經因為 這個所謂總幹事選舉 引起很多的這個紛爭 比如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當時在高雄市農會的時候 1999年 當初是有一個姓藍的這個總幹事 我跟你說 他正正是做農會的理事長 那其實理事長跟總幹事 對於這個農會來講 都是很重要的職務 但是有實權的 通常都是總幹事 所以他都換跑道去 去選這個總幹事 去選條你知道嗎 結果我們有想到 他有一天出門的時候 因為他有手機在塞車 他那時候呢 那個人從家裡面出來 所以要上司機車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 我跟你講這個你聽了 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一個男子穿著白色的運動服 白色的鞋子跟白色的帽子 你第一個想到就是 那有人全身穿白的 因為這個很顯眼嘛 但問題是這個男子 居然走到他後面去 拿一支那個 他後來講是說 他那時候講是說 疑似拿一個錯刀的東西 對於這個左邊這邊 這樣把他抖掉 你知道嗎 那時候他一回頭說 什麼人把我抬 還把他抖一刀 那個人就跑掉 結果後來一報案的時候 你看警方 我剛剛就講的 他的特徵 他說你有看到那個人穿什麼 你知道嗎 全身穿白色的 我如果說真的 那個就很好人 你知道嗎 但問題是警方怎麼找都找不到 那代表什麼 很有可能那時候是預謀方案 那那個案子那時候一開始 因為他那時候其實是受傷 結果警方那時候研判的時候 就懷疑說 是不是有可能 跟農會的選舉有關係 不過他自己是講說 沒有 我就沒有跟人家結婚收 他當初是有 這樣說 他會太發聲 我們不知道 但他就跟警方講說 我沒有跟人家結怨 這個事情發生在8月17號 結果沒有想到隔了四個月 12月19號的時候 這個總幹事 因為他出來 他自己本身做總幹事 一個小孩做議員 一個小孩就開餐廳 你知道嗎 結果他那天晚上在餐廳的時候 因為餐廳有承辦喜宴 裡面有兩桌的客人 所以因為這樣說 喝熱酒 然後撞起來 你知道嗎 那他只要想去勸嫁 結果沒想要去勸嫁的時候 沒有勸成功 白人說還要對他洞出 結果走後門出去的時候 就算兩個騎乘車 你知道嗎 騎乘車過去 我這樣砰砰砰砰 所以他開槍 那開槍以後 他就包著那個左右 兩隻鐵的大腿 然後呢 打受傷之後 我跟你講那兩個歹徒多狠 你知道嗎 架住他之後 對於左太陽 稍微這樣砰砰過 天啊 那警方就講說 這個是行刑式的啊 好 第一個有人的講法 那時候第一時間研判是說 是不是 不是 因為你前面因為跟人家勸嫁 那勸嫁的時候 因為勸嫁不成 可能人家積怨 你知道嗎 但後來警方有排除這一點 為什麼你知道嗎 吃虛擼就吃虛擼是拿錢 要創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當天起衝突的這一批人 裡面有一個 是離職的援警 那時候警方去查的時候 後來也排除他們射案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你開槍的時候 這幾人一直要跑去 警察到的時候 這幾個又要吃虛擼 所以就說 應該就更不可能了 排除射案的可能 對 排除射案的可能 好 那時候就開始去追 你知道 後來警方的調查是這樣 因為他們就發現到說 其實是因為 真的是跟農會選舉有關係 因為正前那個總幹事 警方懷疑講說 是因為派系的這個關係 竟然買通他們農會裡面的職員 說要買兇殺人 一個人說 因為兩個人勾結 你知道 一個人說要出200萬 一個人說要出300萬 找500萬 要開槍工台 結果呢 我剛剛不是講說 他買通職員對不對 這個 我看後來就有點羅生門 為什麼 這個檢警去查的時候 這個被 嘱咐說要買兇殺人 他說有 我們確實有規劃 預劃要殺他 我還沒開槍 他就死掉了 不知道是誰打的 他說不知道是誰打他的 這個很怪的對不對 對 前面的人大家都成立喔 我還沒打他就死掉了 我生命要做 但是我還沒做到別人做了 這厲害耶 這厲害耶 這很厲害 我告訴你這個案子 因為其實大家... 警方肯定傻眼 我跟你講 大家都不承認你知道嗎 但問題是忍智真的死了 所以他們當時被判刑定案的時候 居然是說 用殺人未遂罪的方式去判 因為你知道這個差很多啊 你說我判了三五年而已 其實因為這個農會真的是 對於很多農民來講 跟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嘛 那有時候呢 農民要去銀行 這個借錢 就不好處理 農會呢 比較知道說農民的身材管道是怎麼樣 比較好處理 但是有時候就說有時候 因為我們的農民就是這樣嘛 農民就說 賺說要讓老人害怕你 不要讓自己太累了 所以呢 很多錢就存在銀行裡面 錢一多 很多人就來跟著鯨魚了 所以我常常說 老大的老大的 要漂白 最基本的 你就要去選農會的理事項 還是選農會的理工師 我記得以前 三年報農民樓 農民樓 農民樓以前是國菜市場 那有一個農民幫 在扶植 在掌控整個國菜市場 這個農民幫 因為他這個老大的 本身 本身他就是 一個農會復環 農會復環 你就知道農會復環 你知道農會嗎 以前農會就是很多 有很多 位置多 位置多 農會上班 有信用部 有超商 有什麼 各個部門都有 所以 他 很幾年 他都是在承植 承植承植的 大家就說 不然 你自己選 你怎麼就常常去承植 我就跟他說 農民樓那些 很多都是 蕩蕩 蕩蕩蕩 大家都 投給他 投給他 他為選理事項 理工師 一直選到理事項 選到理事項 的時候 因為 我剛才說的 他是很理人 所以他不會理財 他只是要抵自己的頭銜 而已 所以什麼事情 都總幹事在發路 總幹事很多 不管是 讓你去招待 還是 賣位置 賣位 賣位就對了 你如果說賣位 看一個人五萬 你如果說 以前五萬就很大錢 你如果要招待 你如果要招待多少 我告訴你 對不對 我給你 我要抽多少 這樣 結果 事情 他怎麼賣很多 沒有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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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一邊 有一個角頭的老大 理事項 有一個朋友 去找 他說 就好像 貝明 你說 我們一個女兒 剛才被檢驗 看了 岩差去農會 沒有 這個行政家 要多少 理事項 什麼叫行政家 他說 你們農會 不是看岩差 幾萬幾萬幾萬 他說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事情 他說有 沒有 你去問總幹事 看看 他就去問總幹事 總幹事 他的事情招了 他只有生人 他在生人的時候 老大 沒有跟他 沒有跟他 劉浩 跟他帶的 關閻山蜜 叫人家帶的關閻山蜜 他問說 有這個事情嗎 他說有 有就打敗 打敗 打敗的時候 他修理你的 這個總幹事 這個理事項 他說 你能拿多少錢 這些錢你都吞出來 都吞出來 我給你移送法辦 我給你送法辦 他說我們兄弟 沒有在做這個垃圾事情 你能收多少威 收多少錢 對不對 都行人 你岩差這些人 大家都解讀 都解讀 結果 自從這件事 開始之後 他想要整個地方 拜農會 要拎的人就對了 就是公開 公正公平 兄弟立下了 農會的良好典範 就是都用扣 我來講